今天晚上晚安 欢迎收看国民大会 我是王浅秋 现在两岸的议题 有时候走在这个敏感的边缘 随时的会擦枪走火 体育选手也一样 当他跟副总统赖清德一场直播 当然这个是云豹科技 一定要让这个明星来帮副总统 冲一下年轻选票 可是就因为这一场 流影的合作的直播里头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到台湾之后 他发现对这个国家 Appreciation of this country 国家这个词 让他立刻被出征 甚至上了微博热搜的 第二名的样子 热度非常的高 那么大部分在大陆的 网友的部分都是批评他 要封杀他 跳梁小丑 要他出来道歉 所以可恶是他把台湾 称作一个国家 就霍华德最后道歉了 他说我不是正式家 可能对政治也不够了解 也不想伤害人 如果未伤害到任何人 他就道歉 那么但是其实 国内很多新闻 绿媒就说 哎呀小粉红崩溃了 可是我们对比看一下 我们国内的网友又如何呢 杨成林 杨成林过去成为一个小 一个一句话 引起了很多被网友解读完之后 最近连跳个舞都被酸爆了 梗涂疯船 让杨成林都忍不住爆气来回击 看看这段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面的杨成林 表情是真的还蛮有点激烈 但他主要的形容解释是说 这是一个对战场 就这个对战场表情有杀气 是应该的正常的 但是这个因为很杀 这个表情立刻不管是YouTube上的网红 就来学他的表情 那网友就批评 批评什么呢 说好像很久没有吃到海鲜不开心 或者是说你吃不起海鲜 只好带头吃海鲜等等 事实证明对岸的海鲜不能吃太多 等等 我记得为什么吗 帮大家回顾一下 当时他只是在受访的时候说 回忆他小时候 没吃过什么海鲜 他可能对他们家来讲 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事情 结果官方什么测译 全部跳出来攻击他 网友就算了 居然是官方的官员跳出来酸 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自己的蛋跟政策 不见得管得好 他来管人家艺人讲话 他说吃海鲜是台湾的日常 买一碗海鲜之后才120元 那大家应该都消费得起 甚至内政部当时在 他的公开的讯息上面 在讲反诈骗的宣导 用公家的预算 宣导他有一体居然说 有人说台湾吃海鲜奢侈 题目是什么 笑死 当然在酸杨成林 所以这不是也是一种 把艺人的谈话 用政治解读 而且用国家资源来攻击 贴了标签 好吧 那我们政府机关很厉害吗 维护国家政员如何呢 我们驻美代表处被爆出来 他签约公关公司 以什么名称签约呢 这是从美国司法部揭露出来的 驻美代表处花很多钱 可能要做公关游说 邀请跟宣传大外宣 名义都用什么 各种的公司名义不一而足 但是其中有包括用台湾共和国 甚至西半球策略公司 用各种名称里面 都是什么台湾 或者是台湾共和国 都没有我们中华民国全称 什么台湾republic 这些都是 驻美代表处 有要求更正过吗 会要求我们尊重 老美你要尊重我们国家尊严 也从来没有过 所以只能对艺人 或对其他人这样做 这不也是我们国家 拿来消费艺人的一种方法吗 雅明 首先我先讲这个 就是赖副总统 他透过这个总统府 住一晚这个活动 跟霍华德去合体 那这当然是一个行销的策略 但是里面的这个对话 比如说 哎呀这个魔手 当然那个有点幽默 说我连美国 我们都不能在总统府住一晚 我都不知道这合不合法 结果赖金德这个 好像说你看 这就是我们民主的地方 意思是说台湾比美国还民主 哇 我觉得这个如果美国的网友 我不知道看到会有什么 小本这样写吗 但是老实说 因为这个这个活动 不是第一次办 而且本国人还不能参加 一定要外国人才可以 要构红的外国人 这个是一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外宣 我们政府大外宣 宣传台湾旅游的一个一环 而且你不是真的住在总统府里面 你住的是他们的那个 阿兵哥以前的宿舍 以前的宪兵 他们他们住的宿舍 改装成这个 类似像旅馆一样 给这些游客来住 其实就是一个体验 但是他有他会安排所谓的总统府参观的行程 那当然找魔兽来 我觉得这个噱头十足 可是当你碰触到这个两岸的敏感神经的时候 当然自然就会 尤其像现在NBA是要进军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 那对魔兽 魔兽当然他对NBA也退休了 所以我是觉得他 为什么还要特别发这一篇 是不是他知道他其实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粉丝 或者说他有一些商品周边 还要靠中国大陆的市场 所以可能是他发这个道歉文的主因 因为他也许他根本对两岸的关系 没有那么的清楚 可是无论他是算被消费了 可是他拿了钱办事 对 所以我说 我说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个相关的行销活动 也不要害到这些球星 那当然杨森林 我觉得他的表演其实很传神 怎么说 他在这种所谓的表演 他是一个舞蹈的竞赛的节目 杨森林以前得过所谓的金钟奖以后 其实他梦从家把他的演技 放在他的舞蹈里面 你看他其中一支舞蹈 他是先拿出一个我要战 他是一个叫做战斗的姿态 所以那个表情是非常严肃 跟他对战一样 我觉得他演得蛮好的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是 网路上酸民永远都不缺 那要酸什么海鲜的什么 什么这种成年旧梗 已经生到他是生气了 因为太多了 成年旧梗都拿出来酸 我是觉得大可不必 当然我觉得杨森林艺人 他身为艺人 他现在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发展 如果我们台湾的这些观众朋友 觉得他 你这个叫什么舔共 或是什么中共同路 老实说也大可不必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丈夫 他的先生是中国大陆 他梦从渡是中国媳妇 所以我觉得两岸应该要彼此理解 各自的一个处境 我觉得杨森林的案例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让两岸其实他应该是一个 可以促进两岸和解 或说理解的案例 但不要搞到最后变成是 兵容相见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 台湾共和国这个事情 看到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直觉想到就是前几天的 Independent Government of Taiwan 原来 原来我们的外交外管 是允许用这样的名称 跟公关公司签约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是 他的这个报导是说 在美国司法部的游说的 这个文件里面 有这样的词汇 那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只要在意的是登记 他不在意说 你最后你委托 你只要有揭露就好了 所以那个到底是不是 这个国家 也许他们没有那么在意 可是我们应该在意 我们应该在意 对啊 如果真的 我讲如果真的有 我们驻美代表数付费 给公关公司 而公关公司登记的名称 是台湾共和国 Republic of Taiwan的话 我们中华民国在哪里 你们这些人到底是用 中华民国的税金 去聘请公关公司 还是你驻美代表处 自己掏腰包出来 如果你用的是中华民国 外交部的预算 你就应该用中华民国的名称 这没有什么好处 当然是用预算 最多是Republic of China 国号台湾 这个我可以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外交部没有讲清楚 这一笔预算 立法院在野党立委 应该要好好的审查 连我们国家名词 到底叫什么 都没办法证明了 然后怎么台湾优先呢 看看在企业好了 台湾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台湾品牌是多么的 被优先考虑 大家赞扬 可是辉能这家公司 被称为台湾之光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重要 它可以在这个 一颗电池 让宾室软银都看重 它是可以产生的产值 跟全球的影响力 是独一五二的 所以就跟台积电一样 它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结果它现在去哪里 设厂了呢 法国 二零三零年 它宣布投资 五十二亿欧元 大概一千七百 四三亿台币 在法国去设厂 那么同时执行长 也公开宣布了 因为政治议题 董事会不想在台湾了 所以 他们不再是一家台湾公司 就是说在台湾 如果再扩大产能 风险太高 这当然就不能怪他们 就是这个企业或者股东 会有正常的风险评估 跟考量 所以当然法国去也会有 他的风险 罢工 抗议 税收 可是是不是有 绿共逼使台湾 产业出走 这种所谓的 战争边缘的地缘政治 反而逼的企业也没有办法 不只是一人 一人其派胆 台湾市场很难 连企业也是这样 连台湾之光的 新创企业也是如此 那么所以台湾人 怎么看现在台湾的处境 是不是乐见 2024年民进党继续执政 这是台湾民进会的最新民调 其中大概20到24岁 乐见跟不乐见的民意 是旗鼓相当 25到64岁 过半不乐见 不想要看到民进党继续执政 65岁以上 以面倒 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吗 那么不乐见的地区很有意思 不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地方 台北市 陶竹苗 中张头 基隆 宜兰 几乎大部分 但多数乐见的是哪里 居然是新北市跟高雄市 所以这已经被讨论很热烈 不就跟侯友宜有关系吗 兵哥 这个我先稍微补充一下 刚刚这个 我们的外交部 用台湾共和国这个名称 我们外交部可能自己觉得很爽 可是你这种自爽 第一个没意义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中华民国 或是台湾共和国 对美国来讲 他们都是不承认 所以都是一样 对他们来讲没意义 第二个 因为美国司法部 根本不在意 你用哪一个国家的名称 他根本不在乎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你知道连东罗马帝国 现在都在那边找观光公司 东罗马帝国 我们以为早就灭亡的国家 你看他的王厨还在 所以他希望美国承认他 所以你要落到 跟这些250国家一样 随便你 只是你在丢我们的人 拿我们的纳税钱去丢人而已 那再来呢 我跟你讲 辉能其实是台湾 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 当然 我们政府过去 也给他很多补助投资 那他现在竟然选择要离开 然后非常讽刺的是 他选择的地方 居然是登克尔克 登克尔克是什么地方 大撤退的地方 所以他选这个是 在暗示什么 我要从台湾大撤退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直接明讲 他说因为台湾现在的政治 问题的关系 他觉得台湾已经不是一个 适合继续发展 继续投资的地方 所以他在台湾投资 不会再增加 他会在其他的地方增加 那你以为法国的状况不好 他会不知道吗 法国低工时 然后高福利 然后劳工会喜欢抗争罢工 每次都很激烈 你知道我 我曾经跟法国人有联系 他们在假期 他们假期一放就很长 可能两个月三个月了 理都不理你 就是不理你 等他放完假之后再说 他们的工作态度就是这样 所以你以为辉能会不知道 他去投资计刃 他不会做评估吗 他当然会做评估 他知道他去那个地方 成本一定会大增 而且会面临很多问题 可是他还是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会这样选择 就只有一件事 表示至少辉能执行长 杨诗南 他认为 台湾是个风险 比法国更高的地方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不然你要告诉我什么 所以台湾自己要去好好想想 马英九的时候 为什么不会出现这种事 为什么现在台积电 然后甚至巴菲特 都认为台湾太危险 所以我不想 我不想再买台积电的股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台湾自己要去想清楚 然后台湾民意基金会 因为这个民调 我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 注意的是假设这个民调是真的 那赖清德就当选了 因为为什么 虽然47%的人讨厌民进党 希望换掉 可是还有41%的人认为 民进党是OK的 那假设到最后是撒卡多的话 那赖清德已经赢了 他不就赢了吗 而且民调的确如此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台湾多数的人 真的认为民进党 不应该再执政的话 我觉得想要把它拉下来的 就是这些政党 你们真的要好好仔细考虑 大家好 我是谢耀周 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 因为听说有些人 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 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托 拜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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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